你好,欢迎收看11月1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现场徐中卫,1号上午特别参加了 琉璃世界钥匙坛城举办的休持19日 祈愿钥匙法门消灾超拔大法会 全新的为献民祈求新冠肺炎疫情能够远离相信 保佑花莲陷进平安 现场徐中卫,1号早上请往中正体育馆参观 琉璃世界钥匙坛举办的休持19日 祈愿钥匙法门消灾超拔大法会 曾经为花莲陷命祈求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远离乡亲 保佑花莲合金平安,百姓安居乐业 钥匙坛城为我们北方期 我们一天从早上8点半到下午4点半 而她的日期是从11月31号到12月20号 一共期期449天 欢迎我们花莲先的乡亲日期 全国各界的佛佑 当花莲来,我们为一方来祈福 为国家来祈福 各位此时的幸福奉猿 我们希望大家多么很好,多么平安 校在超北大法会 由元禅大和尚主持 以前的许正伟带领着信众们 修持领诵钥匙金 钥匙灌顶真言 钥匙宝灿 阿弥陀佛经 心经以及金刚经 并聆听原产法师讲授钥匙金大义 并在范围声中发心羞耻 祈求效灾 政府修复 包括由执行长那一家统筹 邀请花莲各界一同来祈求 共同为台湾为花莲祈求 风调雨顺 四四五灾 期日快告 sp髅 走 七 感谢观看